Hello 我是小B 這條影片想跟大家更新一些我最近喜歡用的東西 當中不單是Beauty的東西 還會有一些食物和用的東西 第一樣就是唇妝產品 我覺得每個女生都應該有一兩支 是超級百搭的唇妝產品旁邊 而Amani這一支就是我最百搭的唇妝產品 它是一支唇釉 介乎唇膏和唇彩之間的產品 它不會像唇膏一樣乾 也不會像唇彩一樣太黏身或者太亮身 這支顏色是超級百搭 無論我那天是化淡妝、化濃妝、甚至乎是沒有化妝 塗了它之後 個人就會變成精神了 除了是顏色很容易配襯之外 我也很喜歡這個筆頭 因為它有尖尖的僵位 所以就算我要勾畫唇衫 或者唇邊、嘴邊這些細微的位置 用它都可以很輕易地畫出來 就不會外出 第二樣就是MAKE UP FOREVER這一支的摺毛液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妝片的話 對它應該都不會很陌生的 我自己試過很多不同的摺毛液 出來的效果都是很容易會掉下來 MAKE UP FOREVER這一支 就是其中一支 我塗完之後 它依然是可以幫我的摺毛保持挺身的產品 而且它的刺頭是非常好 不需要Z字形地畫 就這樣向上向上地畫 就可以做到一個很濃密和很牽牆 更是根根生命 不會有蟑螂腳效果的摺毛液 所以這一支是 哎呀 所以這一支摺毛液 我是很推介給我身邊的朋友 第三樣就是OLE這一支保濕精華油 很多人對精華油這件事 都有個誤解 就以為要是上了年紀的皮膚才可以用 又或者要是皮膚極度乾的人才會用 又或者是冬天才適用 而且用完之後 又一定會黏黏黏 不貼妝 又會濕毛孔等等等等 我不敢說 所有精華油都沒有這一類的問題 但起碼我自己試過好幾支精華油 其實都不存在這些問題 這支精華油 我由去年用到今年 都保持著用它 不是同一支 去年那支已經用完了 一來它的價錢很划算 二來就是它的質地很清爽貼 塗完上面之後 你不會覺得黏黏黏黏 反而你會覺得是保濕滋潤的感覺 你可以看到 擠了出來它的質地很水壯 還有我很喜歡它的味道 它就是甜甜的橙的香味 我自己早晚都有機會用它 早上化妝之前 如果用了它 其實妝會比較貼 到晚上的時候 因為夏天經常開冷氣 會抽乾皮膚的水分 所以我會用多一點的份量 塗完整塊面 以及頸 這些位置 因為它的價錢真的不貴 所以就算你大量用 都不會很肉赤的 另外我前陣子發現 它除了可以塗面塗身之外 原來它還可以當作發尾油用 可以塗頭髮 我自己習慣會塗發尾油 因為塗完之後 你的頭髮是可以 沒有那麼容易開叉 也沒有那麼容易打擊 尤其是長頭髮的女生 如果你是初次接觸精華油 你怕用完之後 會是太潤身的話 你可以嘗試逐步逐步的用 因為它是很百搭的 你可以把它混在其他精華 或者面霜那裡去用 第四樣就是這顆蛋 Beauty Brander 這個美妝蛋 其實早幾年我嘗試過用它 但當時我不會用 我就覺得這顆蛋 真的又貴又不好用 近兩年我終於知道 它的正確使用方法是怎樣 然後我就一試愛上了 通常上粉底液的時候 全面大範圍掃 我就會用它屁股這個位置 這樣掃 這樣引引引引引引引 到可能去鼻液位 或者是眼底做遮瑕 我就會用頂頭這個尖端位 去輕輕地印這些細眉位置 它最大最大的好處 就是可以幫你做到一個 很水潤、很貼薄、很漂亮的底妝 它最大的不好處就是 你用完之後 經常都要洗它 這些粉底液 它會很不乾淨 所以通常我用三、兩次 我就會洗一洗 三、兩次就洗一洗 我近幾次出去旅行 我都沒有特別帶它 因為你每次洗完之後 你應該要找一個通闖的地方 把它弄乾 但去旅行的時候 你可能要經常轉酒店 諸如此類 你就不方便把它弄乾 但如果你不弄乾它 就把它硬撕回去 帶走的話 它就很容易會發霉 所以這東西就不適合配旅行的時候 用了 第五樣是直髮夾 我現在的頭髮已經流到這麼長 都略有成績 就可以是時候 塞一下頭 玩一下花款 不用塞一下 都好像短頭髮那樣 GEL頭 但這個長度的頭髮 是有點尷尬的 因為捲髮器 如果你是不小心的話 就很容易會拉傷自己 這時候用直髮夾就會好很多 因為直髮夾這些邊位是不會拉手的 就算你是可以貼到頸部 你也不會拉傷自己 GHD這個直髮夾非常容易操作 因為整部東西只有一個按鈕 就是這顆的開關按鈕 要麼開或是關 然後就沒有了 它的直髮夾是可以很貼到這個頭髮 因為有些直髮夾 你夾完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明顯是一條縫 你夾到頭髮那裡 它未必是整條頭髮可以受熱的 它的直髮夾受熱就會比較平均 可以很容易夾到我想要的造型 另外就是它很快 我想說很快熟 它是很快熱的 它這個發熱板是很快熱的 你開啟了這個按鈕之後 它很快就熱了 你就可以立刻用了 對 有時候你在家裡化妝師頭的時間很趕 第六樣 就這樣看你知不知道它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指甲油 不是 它是指甲邊位用的一個护甲油 是用來塗甲邊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問題 我自己的甲邊 就經常都會是很乾 還有很多死皮的 我都被美甲師說過很多次 叫我要勤力一點去塗 Hand cream 或者是買這一類的護甲油 去日日塗 多一點去塗它 那就軟快一點死皮 它我是在布拉格旅行的時候買的 它是一個花的香味來的 是很好聞的 現在我就放了一枝在手袋 然後有一枝會放在床頭 提醒自己要整天塗 塗完之後 我發現我現在的指甲 邊皮位是真的漂亮了 不會那麼乾 不會整天有那麼多死皮出現 第七樣 這個是一個鹽 是一個有蒜香味的鹽 對上一次去歐洲旅行的時候買的 我們去其中一個地方 它是有一個鹽礦 所以它那個精品店裡面 就會有很多鹽的產品買 最近我煮東西吃的時候 就很喜歡加它 加完之後 味道就會惹味很多 加一點就已經很好吃了 我上個星期 在家製全燒 招呼朋友 不用調味 做完之後 就只是灑這些鹽上去 已經是超好吃 對大家可能是沒什麼幫助 但是真的很想分享 還有這個 真的是我最近很喜歡的一個 產品來的 第八樣就是 青薯片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一種薯片 是自己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吃的 那這個就是我最喜歡吃的薯片 我形容它是全世界最好吃的薯片 這個牌子的薯片 它是有一些超大的包裝 但是通常我是不會買那麼大包回家 因為你這麼大包開了之後 你就會忍不住 不斷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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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吃到果龍 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這些這麼小包的薯片 就不用怕了 它一包裡面 吃完之後 是160卡路里 也不算太多 以零食來說 我示範給大家看 如果你們都是一些很餵食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控制自己 吃肉的女生 不妨可以試試買一些小小包 一些色色的零食放在家裡 那你要吃的時候 你就可能限制自己 每日只可以吃一包 從而控制一下自己的食量 最後一件就是這個包包 其實出了這個款之後 我已經覺得這個款是挺漂亮的 但是通常見到人都是用黑色白色 那些顏色就沒有特別燒著到我的 直到我看到這個顏色 那我真的叮一聲就很想要了 因為我自己長得比較小 所以手袋方面 我都喜歡買一些比較小的手袋 那這個包包呢 是很多顏色的顏色 就會比較百搭二搭 那就算有時候 穿牛仔褲或者穿裙 其實你都會搭得到 另外它的容量 我覺得都不錯的 你不要看它的色色 打開裡面 其實它都可以裝到很多東西 就是化妝品 電話 神器 或者一些小部的相機 你都可以裝到 我會把一些信用卡 或者是錢 身份證的那些 就放到暗格那裡 那這個包包呢 就其實可以 裝好我日常需要用的東西 都不錯的 今次的分享就是這樣 喜歡的話 記得在下面給我一個Like 還有記得要Follow我的IG Instagram的IG就是一樣的 記得Follow我的IG Facebook 還有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我們下課再 Azer 多久